机子和黄液通常都是盘涂 缺乏了一种酸性机具 就导致它失收不了 然后就导致它出现黄液的现象了 还有光照 如果光照一旦中足了 就继续和盘涂出了问题了 盘涂出了问题 首先一定要补充养分了 如果是缺乏了一些酸性机具的话 咱们可以用到一些硫酸鸭铁 给它兑水融化之后 给它浇灌进去就可以了 同时喷洒整个机具的页面 正反面就可以了 7到10天或者是 单单7天给它浇灌一次是比较合适的 这样就大大的增加它的盘涂的酸性机具在里面了 这样就能够让它很好的吸收 就不会导致叶片再次发黄的现象了 可以用到一颗兑上2000毫升的清水 给它喷洒加浇头就可以了 它能够很好的吸收 这样就不会再次导致黄液的现象了 一定要给它补充充足的酸性机具 到这个盘涂里面就可以了 另外就是补充充足的肥分了 补充充足的肥分的话 如果是在它冒出新芽机后 一定要补充养分了 补养分补什么呢 最好是一些比较温和的花肥是比较好的 一般都是使用这种发酵好的 这种肥分粉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养分 这两种使用其中的一种就可以了 每一个月给它用一次是比较好的 就是撒到花盘盘涂表面就可以了 它一旦吸收了充足的养分之后 就不会造成它新叶长不出来了 所以在鸡子花生长阶段 不要在切肥的状态下去养活 这样它是很难生长 很难展业 很难开花的 使用这种情况的话 一定要继续补充养分了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鸡子花黄液怎么处理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这四方法对大家有帮助 好了 下期再见